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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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佛鼎如来密音修正了意 诸菩萨万恨守内言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众前方长 好 再看 今天从寻舟罗浮山南楼寺开始说 他的全文应该是寻舟罗浮山南楼寺 怀敌正义 怀敌祖师 祖师名怀敌怀敌正义 所以在讲寻舟罗浮山南楼寺 为什么在这些处所的名字 师父都一个字一个字去解释 是上一堂课也跟大家讲过了 每一个当下 每一个当前的处所 其实都已经是在行舟 念念之间就是开发你 当下应该要明了的 当下用心的境界 当下用心的用度 所以行舟者 谨尊为寻 谨尊 念念就是谨尊 谨尊什么 尚有脊梁之真唱 再有迷情之通听 在这个润语通听 所以念念之间 在你心底深处 你自然就会看到 有一念心 赤诚恳切 如是依寻 如是尽尊 依寻要在哪里 依寻 在那个舟字又讲 临川为舟 刚好这叫寻舟 寻舟是因为临川为舟 为什么叫寻舟 因为它有一条水叫寻江 有一条江叫寻江 有水寻江 一知得名 它就是一如是川 本来临川就叫舟 它又有如是江水 这就在其间 所以叫寻舟 所以舟字竟然是 要依水 要依水 舟字叫临川依水 就表示什么 就是念念尊循在哪里 念念尊循如是道理 念念要在如是当前的一切 大决心体 必定在随缘的流润当下 那就是江 那就是江 那个江水的流润处 所以江自从宫 江之一字 从水从宫 从水从宫 为流能善利于作者也 为这个水性流 水流是善利于作者也 什么叫作者 现前你看到的感受都是作者 眼前决心随缘处都是作者 那善利于作者 那个利字如何解释 利者是你能够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就是利 你再也不是被眼前的一切 缘起造作之所流转 受其束缚 而是你能够明白 能够变成你将来的智慧的导流 那就是利 就善利于作者也 所以古人于江者共也 什么叫共 共就是已能出征多有贡献 过去看到如是的流润处 就是众生的流转的开始 将来你就要在心体的流润 如是的坐向当前 就是从水从宫 就叫江 在这如是的流润当前 你要看到就是什么 看到利益之间 就是你出你佛性至宝的地方 也就是今天在读诵法华经时 跟大家讲的大通至圣佛的种种批语 所以那就变成了 过去你看的是流转 将来你看到都是当下 你能够回光的种种共样 种种贡献 本来决心现前就是一些感觉 感觉当下 我们才方便为你说大决随缘的流润 那其实流润就是从一感觉而来 其实感觉就是一体的大决 本来的决心的根本的成名 本来就是如此 但众生因为不鸣故 已然魅临于决体故 所以就在如是他能够重圆的种种造作当前 你就随缘而流浪 那将来你要在哪里去认得你的大决心体 就是过去你认为的随缘流浪 种种造作流润之所 其实你当下就要令其还家 旧路还家 令其还家 令其还家的意思就是 你要直下了当召见 就是你根本本来决体 就是你根本本来决体 所以这是大圣佛法 教授行者的最初心中的一定得要明了 那个明了就是什么 就是依循 你不明了就叫做不是开佛之之见 既然不是开佛之之见 那当然你换不起你根本心底深处 本来具足的如是的佛性 所以你要念你这些若是明了时 其实反过来说 能明了时是谁让你明了的 也是决心让你明了 所以决心让你的明了 明了一定是什么 明了一定是明了决心 这个道理非常明白 什么叫非常明白 你不懂得用心的人 就不懂得这种话的作用 你在明了决心时 是知道决心根本本具 当你能够体会一分本具时 你先就能够明了决心 就是如此 为什么能够如此 因为决心根本不媚骨 决心从来不理一骨 因为一切法中都是决心之所成就骨 就是如此 所以要是明白 就是师父起初就讲的 那个极畅之真畅 极量之真畅 在看到密切的种种异语 那念念成就如是法 一语就是法 能够传授 昨天讲的那个文章是讲到 掩饰能人与人 持 就是能够什么 能人二字就表示什么 他能够担当一切信用 叫能人 所以能人当前就是法 就是法 法者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上要 弃和十方如来 本妙决心 下和六道众生 同一悲养 这中间就是法 你要明白是法 更清楚是 就是你的大悲同体处 但是现在不讲大悲同体 就是告诉你 念念之间 你就要懂得念念 如是流论 就是流论 所以大悲同体心中 你看观世音 佛山道场还在普陀 普陀二字就是告诉你 那就是流论之相 他就从水 就从水 所以你要有寻舟 你一定是历年之间 就一如是寻 那寻舟的意思就是 前一几量之珍畅 后再寻密切的种种的异语 你会发现 前在意识里面 你就如是一寻 就如是念念秉持 你要看到你的如是念念秉持 你要是照见不了 如是念念秉持 表示你就在如是大经的文字 文字当前 你就不是如法译出 你就根本不懂得如法译出 你从而看到这文字 你懂的是过去 你好像能够听闻过去 有祖师如何如何的意语 翻译如是文章 但是祖师用心的翻译 你却不能够打心 你跟他气如是心理 那也是辜负祖师的意经的发信 所以我们的意识是什么 我们的意义就是在心里面念念正宝 在现在的行为之中 念念去正义 念念正义 所以昨天才跟你讲 如是三位比丘的正义 那就是什么 就讲到你要在意经当前 你要在体会如是经义当下 你要念念懂得如是体相用之中的 你念念心中的融入与贯通 所以那个融入贯通 不再另外说种种融入 不再另外说种种贯通 就在意你当前能够读得到 内言经文字当下 就是以如是祖师的名号 什么叫祖者贱也 超贱的贱 为你贱命 所以明明之中 就如是不可思议的 世间一切名相 人事物名相的种种安排 就是如是安排的 你要是能在一切安排之中 都能够观察维系 你能够在如是名相观察维系时 都能够在每一个文字 每一个境界 每一个名字当前 你念念舍心 那个才是什么 那个才是真正入事必尽兼固 入一切内言的真正最初的发心 那是最初的发心 所以后面讲 既然如此 所以再讲罗浮山 罗以伯之 伯就是广伯 罗是广伯的意思 罗以伯之 那罗浮山的 罗浮山事实上 他在哪里知道吗 既然罗叫广伯 罗浮山在哪里知道吗 就是伯罗县 他就在伯罗县 就是这个伯字 所以我刻意讲 罗以伯之 因为他是伯罗县 所以罗这个字一定是依伯而县 依伯而县 在伯罗县 所以罗以伯之 伯之就是你念念之间 已然念念的气印 气在何处 气在极量增畅 这是一次一次在为你复极 极量的增畅 跟密切也叫做降伏的 种种导阵通听 你都是念念 你要在儒式上面去懂得广播 懂得去念念去 在儒式法中念念去启巴 你现前一个行者 应该有的绝招 应该有当下的用度 那个就是脖子 那个就是罗子 伯咧 伯以顺流 伯是从水 顺流 顺什么流 顺如是刚刚讲流润的流 顺如是刚刚寻舟的如是流 寻是从哪里寻 寻是以体中所寻 所以刚刚讲说那个地方 有个叫寻浆 寻浆就表示 你看到心性之中 就有如是依寻的信用 如是信用中的流润 你都要在依如是心体上面说的 所以福字叫顺流 所以你看罗浮山 罗浮山的景区 要再上去找的话 罗浮山景区 他的景区的最大的特征是什么 关个罗浮山里面 有980条飞铺民权 都是流 全都让你顺流 什么叫980飞铺民权 先不讲他的数量 那个飞铺就是看到 你念念之间那种大决心体 必定能够随缘顺下的那种流润 那种气势 那种气势 澎湃 棒铺 就像瀑布 那叫飞铺 然后他的民权 他念念之间 他能够涌出种种道理 涌出种种清凉 用民权 刚刚不是想说 江都是他能够做种种贡献吗 泉水依旧如是 所以你要不知道 如是全时 你要是不发明心底的 如是全脉当前 你也不知道如何 在心底神处 在每一个当下 你能够在哪里找到 你在哪里涌出 决心之中 你也懂得回望的道理 你也是根本无所适从 所以福以顺流 他顺流就是 你看到他的流润 那种气势 那种清凉 山来登高大远也 山叫登高大远 怎么叫登高大远 山是一步一步的登高大远 念念之间 他就发长远心 绝对不是像一般凡夫 那种近视短视 那是毕竟要达到 究竟的发心 叫大远 登高大远 所以光这个罗浮三个字 就是已经懂得 那个心心之中 应该有的如是的相貌 应该有如是的 历历之间的 如是有的 心中的发心的表象 那男呢 男楼四 有男楼四 男表真心 男者赤也 男方叫赤 所以赤表真心 楼是层种种剑刺 所以在这个楼中 你看它是一层一层的剑刺 你看到楼阁的种种高铁 是知道从地基之中 一层一层的 如是的 不但能为你建立的 建设的 所以在楼中你明白剑刺 也就是你懂得如是道理 使你练练可以看到 你心中就有一个作用 就有一个信用 就练练之间 为你剑刺 履行 为你念念剑刺 登上 这个登上的 登字啊 本来还不应该在这里说的 应该在说 正义上说的 正者就从眼从登 从眼从登 就是要你念念登上 要念念登上 所以楼城剑刺 楼城剑刺表示 你已经知道该有什么剑刺了 你已经懂得念念之间 就在剑刺当前 你懂得发心 懂得那个剑刺 你说真的是就是懂得剑刺 从剑刺之中念念 一步一步去体会的吗 不是 是因为你懂得如是决心 因为你明白极量的正常 你懂得念念在一切感受当前 你就已经用如是的佛字 又如是的能人二字念念去考量 念念去明白 叫做异语 所以你现在就在这考量上 你是站在决体上明白那个剑刺 因为决体上明白的剑刺 你不失离什么 从剑刺登进的种种 心中的发情精进 但是行者在这个剑刺之中 他是守着剑刺说的吗 不是 他是守着大学心体说的 所以今天讲法 华金史也是意思就是跟大家讲 你要明白如是佛之之间时 你就能够起成剑刺 但是你起成剑刺时 你是真的在剑刺之中说的吗 但一切名为德性差别 就是决心的根本 你在如是根本上面 如是差别之中 你不必更说登进 那如是念念之间 如果你达到根本正的 整个本体大决心体的 那就是剑刺 所以每一个剑刺之中 你会看到心体之中 那种领悟的登进 在每一个登进之中 你都知道 那其实就是因为 为什么能登进呢 因为你守的是一体的大决 你明白那个决心 决心就还你如是登进 你明白就是那个决心 决心就会为你照料一切前唇 就是如此 所以你要明白大通知身佛 他就懂得什么 十方天王如来如是其寝 你明白大通知身佛 就有十方天王 如是其寝 你要懂得看到 大通知身佛 就有十六王子 如是其寝 其寝什么 其寝说法 说佛法 要佛法先前 佛法怎么先前 佛法就是因为 如是信用古 是让你明白 站在绝体上 你才能够知道 所有的一切行为安部古 智慧的安部古 才有佛法 不然不必更说佛法 所以为什么大通知身佛 佛法不现前 那是因为要如是信用当前 才现前 所以讲到一切 信德差别时 每一个声文的名字 每一个尊者的名字不同 他说 所政务的领域不同 但是哪一个政务的领域 哪一个声文的 尊者的名字 跟种种诸天的德号 那个不是 就是你大觉的 本来面目 就是你大觉的根本 大通知身 你要如是看大通知身时 你才知道 什么叫做佛法 才能先前 佛法就能先前 所以我们说 我们都在决心上 念念发行 发行经行 念念去观想 如是绝照 那佛法在哪里 就是现前 每一个登进处 那到绝照到底是什么 决心到底是什么 决心它是总持 它就是一体一如 你不能说它是什么 总持得了现在 一切法中 那就是总持 因为如是道理 已经明白了 因为决心 它就是总持相 因为你没有一法 能离开过决心 所以你在任何一切法中 你都不要背诀呀 什么叫不要背诀 你都在念念之间 都知道要回馈 根本决体的 本来的至圣 就叫做不要背诀 所以那个时候 你就知道那个剑词 你能够明白 那个剑词 你就会看到 你念念之间 就是如实的至事 如实的至事 至里的至 事项的事 就是事究竟的事 令严谨讲的这个事 那么就是什么 那就是寺庙的寺 寺是什么意思 寺就是至事也 至事之所 过去的寺庙 就是一切行政单位 至事之所 叫南楼寺 南楼寺 所以整句话叫 寺庙罗浮山 南楼寺者 是为寺庙为正体 罗浮山为正相 南楼寺表正优言 真体寻庙 寻何 以何为寻庙 以计量之争唱 密切之异语 密切是什么 密切就叫 密切世家叫能人 所以昨天也讲 密切叫做人 密切有鼓翻于云 就是看到你的云部 那个云一定是在哪里 云一定是在空中 所以在空中看到云时 你看到云处 你就一定明白那个空了 在那个空中 你才能够享受 那个云中的 如是的种种变化 这种浩瀚 所以看到云 你一定明白空 你同时看到空 所以空云二字 都在你眼心中 你已经懂得什么 叫决心的德项 但是空云二字 它必定能够行步啊 所以历历之间就如是字 字就是名字的字 文句 文字的字 文字的字 那文字的字就是什么 文字的字就是在密切法中 一切感受先前 每一个文句 种种体用 体像 身句文句先前处 句就是 说话那个句子的句 身体的身 身句文句 你都要明明白白 那你现在念念之间的 那你现在心中要达如是大决心体的如是的依寻 所以叫寻舟 所以到了后面祖师 怀底祖师的时候 就是以寻舟为阵体 我当下什么叫阵 就念念应阵 就念念应阵 阵这个字也有行持之意 也有手持之意 念念应阵 罗浮山为正像 所以罗浮山就是看到 你心心之中 那个担当的心体之中 那个表达 那就是正像 那个象者又叫法也 表达的意思就是什么 你已经懂得用如是心 你已经懂得用如是法 就是罗浮山 所以罗浮山我刚刚在讲 罗以伯之 福以顺流 山来登高大远 所以他就是正像 蓝楼四表正用也 正用就是 你表真心 见词跟知识 用你的真心 用一切见识 你就在哪里说的知识 就在大觉体上说的知识 为什么说的知识 在一切事中 你不必跟你更说于体 也不必更说于理 我要你在一切事中 当下就能够照料 就是你大觉心体的必尽兼顾 那个也就是 华音经中讲的 世事圆容 是一切事圆容 有的人就会问 那世事为什么不说理呢 那何必跟你说理 全理是事 你还要再说什么理 因为全理是事 他毕竟不暧昧 不断灭过 所以说世事 那有的人说 那只想事事不讲理 那理不是断灭 那因为你不知道 全事是理 怎么会断灭了 只怕别人在全理是事时 你只是抓的理 你不知道现在的 种种的行为 所以为什么 会为唆婆众生 都讲世事圆容 直接为你体理 是就尽兼顾 因为真正朔婆众生 就是这样 暗昧于事的 就是妄朔于空 尤其朔婆众生 不要说那些 根本不修的人 纵然是修的人 也就是法华经讲的 还真正以为 有个空性可振 更何况是 现在这些 根本不修的 狂用嘴皮的那些 妄朔 那就是空啊 不必要啊 出什么家呀 还有什么样的 实质勤服事吗 或许我讲这个 你说那讲这句话的 有一个人他也出家 他出家是逼不得已的 他出家是逼不得已出家 他现在那个出家 是逃避一切责论的 他不是真的要出家 他以前要是没有发生 这些事情的时候 没有这个违反法律的时候 你看他出不出家 那你说他可以出了家以后 就还俗啊 他没办法还俗 出家的时候他会发现 比过去他在讲堂的那个 更有更能够得利益 讲的利益是什么 这个自己知道了 更能够得利益 就不必 好不容易写这个箱 更能得利益 就不让他还俗 对吧 不让他还俗 所以有的时候 他就是故意把你 业力之中滑抱 就是故意把你守在这里 让你败坏如是相 让你重如是罪 就是故意不让你还俗 怎么不让你还俗 就让你突然一下 名声大噪 突然一下 别人根本不追究 你到底如不如法 守不守伦理 就让你一直在沉迷于此 其实有的时候 你要真正懂得佛法 是你要看到自己 这种如实的境界 你自己应该解释得出来 如实的境界 到底是好呢 还是坏呢 要是都不能够察觉 你讲什么决心 讲什么佛法呢 所以叫愚痴之甚 那旁边这一些 一直在为他说话的那些人 都是将来深中 这叫磨子磨顺 将来种种 永远在纠缠 你说真的有这么可怕 不然呢 不然你先看 像宋青丽啊 那些 还有那个叫什么 什么 什么礼敬师父 赞叹师父 那个 叫什么妙禅 他们这些人 随便人 真正正常人听都知道 他们那些人 不可以信 就是骗人的 可就有这么多的人去信 不断去信 而且把这些人 到底是谁害谁 不知道了 是妙禅害了那些人 是宋青丽害了这些人 还是那些人在害妙禅 在害宋青丽 很难讲 但是为什么 他们这个 磨子磨孙 无始结来 就这样的积聚在一起 不断的互相拱 逼迫 互相把你拱起来 逼迫 逼迫你向夜里中去沉沦 这就是你过去 这样子去迷惑他 将来神中 他就迷惑你 就是如此 他就来害你 害到什么程度 害到你福报散尽 福报散尽为止 不是谈这个 就不谈 南楼寺表正用也 所以你看到南楼寺 表祖师所住的地方 其实这个名字 当前就是表正用也 表正用也 怀敌正义 怀敌 所以师父解释的字是 既前能人之正化 既前前面就是走到 弥贤世家了 能人之正化 一人能名教体 他翻译 弥贤世家翻译是 人能名教体 为什么叫人 因为弥贤 弥贤就是人 就是告诉你 一出十就是教授 告诉你是人能 才能够名教体 所以法界人活 人能名教体 现在是在人能够名教体 所以你一年之间 你在正是谁正 当然是人正 不然谁正 说谁正正 名教体 什么叫名 名者正也 名者蒙也 正蒙 所以正蒙的蒙字 有一个明白的名 就前面已经告诉你 没结实在人 就告诉你 能够明白这叫教体 所以当你知道 没结实 下面你看到那个心性 为你的铺书 为你的成就 就是念念如是正蒙 那心体上 一定有如是作用 不如是 不然你只知道 觉体的道理 然后心里面 没有作用了吗 假如说没有作用的话 那就辜负了什么 辜负了弥贤 弥贤是什么 他动转的是 广说轮字 庄严法门 就是法轮嘛 轮字 既然讲到轮字 所以这个轮字 为什么要在中间 因为他上起 极量之争唱 下发种种 众生 行者之正蒙 所以前面不是跟你讲 密切 广说轮字 庄严法门 就是这个轮字 所以你就会发现 心里深处 旧如是种子 旧如是的作用 那个种子就是什么 故而长持 你念念就长持 就念念不违背 你念念都已经清楚了 所以每一个当下 你就是长持 所以长持叫什么 叫怀 长持为怀 解持为敌 敌就是解持意 解持为敌 念念都是 就是发现 就是在如是的怀敌上 念念要去敌 是大名解持 清清楚楚是 所以 敌字你看 从一个油 从一个走 油跟走 这是什么意思 行持在 一切万法跟油 行持在一切万法跟油 所以你行持在一切万法跟油 就是告诉你 解持 就是看到你心中 应该具有如实的信用 你要是没有如实的信用 那心形之中 那就叫败坏 不是你知道道理 以后就停滞在哪里 那你说真有如实败坏呢 举目望去都是败坏的人 狂说一切道理 但道理都不入心的 真唱都不入心 所以后面你说什么 义语呀 什么正语呀 正义呀 全都看不到 所以永远不能够发起 真经济 永远不能够发起 真行持 就是狂有嘴皮 拨弄舌根 就是如此而已 就是每个当下 他都不愿意猜 就只是这样子 你现在放眼光去不都是吗 不但是如此 还败坏僧伦 只是这样败坏僧伦 所以才会把僧团 交给什么在家屡众 那这些人就是什么 他这些人就是没有 如是心底深处 就是没有 如是真诗为其溢出种种道理 那真诗在哪里说真诗 真发心诗 你念念之间 今天也跟一个菩萨讲到 什么是要做上诗 是你懂得你念念发心的相去 你心中明白你的诗是诗什么 你要明白以何为诗 你世间上才能够有 能诗你的种种老师 诗之一字 是在这上面建立的 不然你在哪里说诗 你根本不知道你所学为何 所向为何 你在哪里说诗 善才同时是发了菩提信 或叫浮沉冬季 那个念念大名 所以才能够五十三餐 处处实施 但是善知识告诉他 我今天已经教你 后面我不能再教 所以你再去参 再去参善知识 再去参种种善知识 就是如是的诗 他会为你推荐 在如是的你的学习心中 为你推荐一切诗 为什么他能够为你成就一切诗 因为真正为你老师的人 他知道你的诗心为何 你以核心为诗 所以他就会念念为你增益 而且那个诗 你能够诗你的那个老师 也是明白真正在学习心上 那是真诗 不然这什么诗 诗在哪里 我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学 旁边就说 你要尊诗中道 你要想到诗恩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诈骗集团 这个诈骗集团 一模一样的 这就标榜神话 让你迷失在眼前 这里面所有的文字 跟你决心不相应 所以密教 为什么以上师为主 上师就告诉你 懂得你 你所要向学的根本 必尽发愿 学心 那才叫上师 不然平常你看那叫上师 你那种情职的执着 你以为那个是你老师 但你根本不知道学什么 他也不知道教你什么 教什么诗啊 他不知道这一句话 教你的只是让你情职上的蒙昧 只是如交如期的桌池 那他根本 他不知道这个吗 他在教你什么 他不但让你如交如期 他也跟你如交如期啊 你要是不来 再不来 依他为师 他就说你背叛师们 背诗什么 讲的都是很难听的 然后就会骂你是会下地狱 对不对 就背叛师们 你根本也没帮人家开过一个师门 你在开哪个师门 门子出入像 你懂得在出入什么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学什么 你也不知道 你要教他学什么 只是像绑在一起 一头下地狱 那叫什么背叛师们 那现在多少都是这样的 葬教也是如此 那叫上师吗 那个要不叫上师 他第一个字要不发卷舌的音就对了 叫上师 你就没有了 你就上师了 你这一辈子 你智慧可能就上师了 所以你要是真正能够明白 如是那一念诗心 你懂得上师在何处知识 那叫做真密 那是心中的真密 那个是别人 凡人不能够看得出来的 能解释出来的心中 那种像去的赤诚 像去的赤诚 那是真密 你能如是才是真密中 那你说密教里面 不是叫你说一定要听 老师不要怀疑上师吗 那你要自己要堪称为师才行 不要怀疑 你不要老师拿着这些语言 只是在膨胀自己 在欺骗他人 你自己知道在师什么吗 你不要说你找不到 找得到找不到老师 你每一个发心就是你的师心处 你在师什么 我刚刚不是讲说 你懂得学习心 你懂得你以何为师 那个以何为师 就是那个发心处 所以不是学生来学的人 懂得以何为师 今天在师人的人 一定也要懂得以何为师吗 那以何为师 我今天能师他的 一定是我心中 念如是诗的 不然你在教人家什么诗 全程世间 那种诈骗你的性质的 种种情质 纠缠 狂惑 这种很可怕 今天他做学生的 他依赖你 他叫愚痴 你今天狂惑别人 自己为师老师 这样去狂惑别人 你罪过将来 极大极大 直堕地狱 愚痴还能忏悔 你骗人的将来 你所骗的人 你骗了多少人 你就将来要受多少的愚痴的业 将来你在起大忏悔时 你可能才能够找到你真正心里面的那一点点 懂得像学像师的发心 那像学像师是什么意思 有像学像师的发心 就表示你的决心不暧昧 暧昧的人根本没有这两句话 就没有如实这两句话 所以义人能名教体 既然知道能人名教体 故而长持为怀 解持为敌 念念在如是根本 一切万法的原有上面 法法由私而正蒙 念念字而可传通 法法就是要这一念心中 才能够正蒙 所以明明白白 所以正字从登 你才能够登进 才能够正蒙 念念正蒙 所以叫正义的意思 就是告诉你要念念正蒙 那你说法上 当然今天不是给你一张图吗 因为这张图还没有发到内地去 本来我想说先给你们看看 明天在约这个图 明天把防荣啊 防向都讲完以后 在一起一起再来研究这张图的 但是今天已经到了手上来了 你看那个坐在那边的四位 对不对 就有吉亮 迷钱 还有怀敌 防荣 对不对 坐的 后前面站的有五位 五位 那些字我还没看懂 所以我看到是有个长水 有个长水 长水祖师 应该有一个资中 资中也是祖师 他是后面在座 论言书超啊 这些的祖师 他中间有三个 我还没看清楚 因为那个字啊 比较花 因为是我有老花 而且这个字体 我也不太能够熟 不太熟 所以先不讲说 后面的祖师的 种种的书啊 抄啊 或解啊 这些再一次的翻译 其实这也都叫义 所以这个义场中 就告诉你什么 前面有四师为你义 后面还有种种主师 在为你在传送 在为你在解通 这个以义再义 那你要懂得 那个以义再义 就是下面就是什么 就是告诉你 心中也应该有如实义 你心中要能懂得如实义 你是在义上 是念念如何懂得如实义 就是正如实义 正蒙如实义 正蒙如实义 这就是过程之中 就有你的行持 念力之间就有如实 你根本打如实 体相中的作用 就叫正 那师父讲的这些道理 不是只是随便跟你解释而已 是告诉你的决心 就要看到如此 你要看不到如此 我说实在的 今天当然我们还是凡夫 我们自己都还是凡夫 但你毕竟是个出江人 你在诵经之时 你为什么有一些文字 你都会 就是这样子 随随便便就过去了 就譬如说 今天送到法华经 我突然想不到 什么样的批语可以解释 只想到送法华经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 为什么十方天王来齐寝时 东方天王要到南方去见 达同之神去离境 东方到西方 北方到南方 就对应 为什么 上方到下方 何以物 为什么 讲到阿难时 就是阿难将来诸佛出世时 就是依旧如是为逝者 这些文字 这些语 我们在送经史过去 怎么都不能够留住在心中 为什么是如此 心中你都没有任何 想要在这些文具上面 想要去真名的 真就是 内因经讲的 一个西方的西 一个土 一个瓦 那个真 真变的真 没有那个真名的种种绝招 其实尤其是法华经 因为它批语故事太多 所以它里面含长的种种文字 那种启发 那种指点 你随便看到一点 假如说那一点 每那一个字突然 能够撞击到你 你可能 你会重新再去解读法华 你随便抓到一个字 可能就是抓到一个线索 就能够慢慢深入法华 那为什么在大家读经 就不能如是仔细的 为什么不能 因为就没有想要 真发心在决心上面去体会 没有想要真发心 在文字之中 与自信根本决体上面 念回光懂得担当 就是文字摆在那边 就类似于古德讲的 那个指标放在那边 指月的那个指头 放在那边面前 你都不知道 你要指向为何 你都不知道 为何为止 你为什么叫 你指到哪里 你帮我指到什么地方 你都搞不清楚 所以师父 一而再再而三 这一次从山上下来 从宜蘭出来以后 上山以后再下来 愿意再领众 就是希望说 真正有一些 能够听懂师父讲话的人 你不要看我们现在 现在人很多 事实上没几个人听懂我讲什么 真的吗 我这常说我听得懂的 对不对 你们要有很多人在我听我讲 今天说那个头不晃不睡觉 我已经很阿弥陀佛 我下来还要跟你们说感恩感恩 但是你不要听到这个话 你将下一堂课就放肆了 你睡觉还会带 那我就会骂你感恩 你再感恩一次看看 这就是如此 真的就是如此 所以念念你就会发现 你就心性之中就如是的作用 所以我后面还有一个小字 后以怀敌 正寻向用 怀敌 后以怀敌 正寻向用 寻有寻舟的意思 正寻 寻就是一种 就是一寻 寻就是念念之间 于如是原由上面 于如是根本上面 原由根本就是那个敌 那个字 就是念念 常怀如是念念在原由 在根本上面念念去寻觅 念念去震谋 这是你心里面 你要看到的作用 你要看到的作用 但你说师父 你讲的那么繁琐 又是极量 又是弥切 又是怀敌 告诉我们念念将来 要看到心性之中的 如实的信用 听起来好像很复杂 听都听不懂 事实上我没叫你听懂 我叫你好好发心 将来你要发现知识 你就会发现 原来作用就在那里 所以很多经文 很多的古德过去的 种种论述 将来你会看懂事 你会发现 他就是告诉你什么 他就是告诉你一个事实 是要真实 他就是摆出来 就是事实 你还在事实上面 你想要去 在里面 在里面钻营 这些出来什么东西 你才会发现 过去那个心念的愚痴 那根本不是在你文字上面 让你去想要去 钻出什么东西来的 所有的一切祖师 教授人的一切 文字文句当前 他就是一直不断知道 你就是发了念念心 最初发了念念心 最后告诉你 发了念念心时 你就具足如是相 就具足如是法 就具足如是德 他就会念念禅 也就是法华经讲的 当你念念去面对佛体时 当你念念去面对 开身误入佛之之间时 连加设都知道 原来世尊本来都是一位之鱼 我还以为世尊 他不告诉我大圣佛法 原来讲到我加设这个法 讲到一些小圣法 其实就是大圣 为什么就是大圣 假如我心中有念念之间 有相佛的制成 这是法华经讲的 你现在你告诉我 现在种种 不管你是解空 或是在一根圆通 那哪个不是当下 旧路还家 正得大觉心体圆满之处 不是佛法跟你讲的不全 而是佛法跟你讲的时候 你解读的时候 你所索取 检则的时候 你自己检则的太浅 简则的太浅 譬如说我讲到一个 譬如说我讲到一个反照回望 那一般人过去我也是 过去还没刚才出家反照回望 就是感受上面要回头来反照 要把感受的种种过去的感受 你要懂得还有个觉体 你刚开始去体会决心时 都一定是讲反照 明明感受是照 你要反过来 能照者谁 不都是这样子吗 但是要是你最初发心 你不是发阴地心中 不是发旧静意 就是善才童子讲的 浮沉东击 那个浮沉 那个旧静意 真发菩提心的那个心 你虽然一样 你刚开始感受先前时 你要懂得能照者谁 所以你将来就会在感受当下 原来就会守住能照 你看到所造 因为所造虚妄 你就守住能照 再也不被所造所去迷闷 再也不被他迷昧 同样的一句反照回望 尽确就守在这里了 你就守在这里了 讲你真正知道是绝体 最初发的就近心中的反照回望 同样也是这一句 他练练之间就要在一起感受 当前你就知道绝得者谁 绝得者谁 不是在感受后面有个绝得者谁 而是就感受当前 一些众生像当前绝得者谁 那是一样的吗 就类似我常讲的 在静色当前 你当下就知道 静色现前处就是静体 当下就是静体 静色现前处就是 能够起承如实进照者谁 能够起承进照者谁 你何必要离开静色才说静少呢 全色是照 那跟前面所提过的事一样 同样一句反照回望 能够一样吗 发心根本不同 所以将来的果报一定不一样 但是我们很容易就是反照回望 一定会有那个过程 我们也都是 过去在参选都是那个过程中来的 只是因为你发的心 你不是就是就如是过程 你就满足的 所以将来你突然有一天 你知道一个能觉者谁时 你是把他拉回到后面 有个能觉的亲近时 你突然发现 那决心觉得能觉不还是觉吗 那决心在所觉上也是觉 决心在能觉上也是觉 我为什么现在抓的能觉 就不认如是觉心的所觉 假如你抓的能觉 以为真的叫能觉 你不认觉心的所觉 那个能就叫暧昧 那个能 那个能就叫分割 那就叫做 那就叫做你认识打觉心体不全 就是如此 那为什么你会有如是的反思 因为你就是真正想学的人 你就会有如是的反思 但是过程之中 一定有如是的鉴刺 所以过程的鉴刺 你念的之间都能够明白 你不会离开根本 但你不能够不知道 先前谁缘的原有 所由 由来 你都要清楚 所以由字有根本 有由来的意思 你需要在上面去行持 敌这个字 从永 从走 从措子 但是你心境之中将来一定的一步一步的开发 不然你能够反照回光 你说那师父那我要像你一样懂得什么张下 就在静色上面全部感受当前就是大赵 你不会急 你何必那么急呢 你可以那么急 表示你对决心有怀疑 你要是真正懂得如是决心时 你就自然而然 你就甘心于按部就班 为什么叫甘心按部就班 这个甘心跟安心都已经多余 你已经知道是决 你就自然而然 静待心中的念念纯熟 那个在念念纯熟时 那过程如何如何变化 你都知道啊 那过程如何如何的变化 那个心中如何如何的掌养 心中如何如何的正义 你都明白啊 你这个明白是谁 你知道吗 就是正义 就是怀底祖师的圣号 你就是正义啊 不然你懂得那么多道理 你看不到心中的作用啊 就是正义啊 所以再讲到前面已经提相用三 提相用三已经都清楚了 所以我后面其实有一句话 我没有写到那上面了 所以自自即量数体 然后能人岛屿 能人岛屿 然后到此啊 怀敌正耻 怀敌开始正耻 你就能够懂得 在异心之中的提相用三 就应该明明白白了 就应该明明白白了 所以叫自即量 这个数体 数就是数目的数 能人岛屿 至此怀敌正耻 体相用三 免疫 清清楚楚的体相用三 那我 师父讲提相用三 你从将来讲到提相用三 你从永远心里面不要离开异心 都不要离开异心 不要讲到提相用三 你就把它分成三 三种 你就评估于三 你要懂得那个异心 那其实就是异心 就是异心 你要懂得异心时 你懂得如是正义 那你现前看到的呢 你现前看到的呢 就是每一个感受上面 每一个感受就是在烦 在每一个感受上面 你也也得担当 每一个感受像现前 这就是 既然讲到体相用 那从用入以前用呢 就是入烦了 就入烦 你要担当那个烦了 就是我们明白如是修时 你天天在哪里修 不就在你先前的 每一个烦情中吗 你虽然懂得叫做正义 你懂得一个出家人的进持 进持在哪里说进持 进持你到了进持用上面 用又变成了什么 用又变成了体 用又变成了体 所以你以进持为体 那现在的相用呢 现在的相用就是在 一切烦情当前 烦情当前就是一切过去的 再犯 在一切过去的再犯 你已经是历练之间 都知道什么 都知道他其实就是 大觉的担当 大觉的手持 那个大觉的担当跟手持 就叫菩萨界 那就叫菩萨界 所以到了下面 叫菩萨界弟子 他全句是菩萨界弟子 前正义大夫 同中书门下平章式 亲和房荣比寿 就这里面就看到菩萨界 就是在凡了 那为什么讲比寿 当然今天比来讲不到比寿 那师父先提前说 比寿就是类似 我先跟过去讲的 叫灵铁 就是灵铁 像灵铁一样 你去念念之间 自己要成就如是法 叫书法 书法是什么意思 灵铁叫书法 就是在法上要念念如是临摹 都用书法来表 但事实上就是告诉你 心体之中就是要念念如是临摹 那为什么要房荣来润语呢 那些前面的祖师都开悟的祖师 他不能润语 为什么要你来润语呢 说房荣因为是宰相 文才则洋溢 他懂得时间语言 所以润语不是 都不是过去众生倾向 因为你那个念进词 就是在先前的一切 再成再烦 那再成再烦 就是再成再烦的时间语言 那当然是他懂得时间语言 那现前就是一切治理处 过去的治理 房荣过去的治理 他是宰相 是从中书门下 中书门下是两个神 他就是宰相职 但是现在的治理不一样 现在治理是用菩萨界 所以他什么时候才能够 其他的菩萨界的大用 是他放下治理 民间过去在世间法中的那种治理统一 所以他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他是被流放的时候 流放到广州 那是武则天那个时候被流放 这事实上他写这个中书门下 平章是清 平章是 中书门下平章是 他已经不是了 那不是房荣 为什么还写中书门下平章是 房荣在一晚这个 在翻译完那严谨以后 他就根本就没有在被立大用 他就最后死在 他被流放的地方 那为什么他上面还有这样的纪念他 用他的名字这样的纪念他 假如说是我是被流放 在我过去我被流放的这些 过去的公民纪念我 不等于在羞辱我吗 事实上不是 不是在羞辱房荣 而是告诉你他过去的攻击公恨 跟现在因为过去的所行 跟现在的境界 因为他已经流放了 就不是过去的造作 但不是过去的造作 是就用他过去那种统一 就用他过去的治理来治什么 治现在在凡的念念的灰光气力 所以他叫笔寿 就是笔寿 那为什么他能够认种种语 他能够把这个文字写得这么美 就是让你的既然在凡 就用你凡情的文字认你的笔寿 就是如此 圣性之中的吉祥用 就是如此的进尺 所以没有房荣 这一本《嫩烟经》就一部完整 就是房荣就告诉你最后再禅的 再凡的笔论 论笔 就是用你凡情的文字 凡情的种种体会 认你当下灰光的道理 这叫房荣 所以他的名字之中房荣都有意思的 所以 刚刚答应庆了 所以我讲大绝禁体 誓愿红池 反照回光 手心向道 这一句话是讲菩萨界 大绝禁体 誓愿红池 反照回光 手心向道 你既然大绝禁体 是在哪里说的大绝禁体 大绝禁体 就不要忘记 师父已经为你导向前面三个祖师的名字 那就是大绝禁体 行者的禁体 是在哪里说的禁体 行者的禁体 是你体相用伞 你念念明朗之时 那一个念念的秉持是你的禁体 所以念念的秉持是禁体 大绝禁体 它一定是誓愿红池 那红池是在哪里 红池 反照回光 手心向道 反照回光是在哪里说的 就是在当前 你在哪里说反照 你要在哪里 依哪里说回光 不就是在城中说反照 在城中做回光吗 你要离开城 你说什么反照回光 那你说城是什么 城就是决心的最末 大绝的根本 所有的最末 那是大行 大行的根本的最后的流出 流润出 大行 大行就是决心的大行 你能明白如是 你就是菩萨节弟子 为什么叫菩萨节 因为你站的是在凡的众生向中 你当下这一年都是在凡的众生向中 但我就如是众生向中 还他诸佛本来灭幕 那叫做度众生 叫做大绝有情 你要能明白大绝有情是将来的果位 但现在的阴行呢 阴行就要在一切有情上面 你先体会他就是大绝 阴行体会他是大绝 不就是菩萨节吗 那就是菩萨节 所以你就守得如是菩萨节 弟子呢 什么叫弟子 弟子者反而少记者也 所以你看到逆你之间 你看到那个弟子像少记之时 那你说那些其量祖师 弥切祖师 怀底祖师不是弟子吗 当然是弟子 但是他这个弟子是在心心之中 为你执下渐性的担当 但你现在看到渐性的担当 先前的弟子是谁 谁在为你秉持如是念念回光 念念反熏的作用 就是当下感受众生向前 就是众生向前 所以这样才能够把你 什么叫事究竟坚固 那言经不叫事究竟坚固吗 你要是连这些都解释不出来 你当然不知道 事究竟坚固在何处吗 这些心境里都没有 你在说什么事究竟坚固 所以就是如此 叫法尔少记 虽然师父解释的文字很简单 但是我意思叫你在简单的文字之中 你要念念之间 要弃印你心里之中 应该有的发行去向 那叫法尔少记 法尔少记在谁身上着急 你是懂得如是正盟 如是正义 但是少记者谁 就是当下 那我们在心性之中 你可以看到当下 少记者谁 就是当下 那不是说有个感觉 后面还有一个静止 我在静止现前的感觉 你要全认感觉就是静止 你懂吗 那才叫开智慧的内言 你要说感觉后面有一个静止 那永远是二圣 在法华经历都没读懂 那当下就是坚持 所以叫做法尔少记 法尔少记 那后面再的文字 没办法讲 因为讲的时候 一定要讲很久 这里面前面已经讲完 三个祖师了 后面这个房隆 这个居士这位菩萨 讲到他的头菩萨节弟子 但是我相信你们 大概已经能够稍微 毕竟这么多天了 每天这样子不断 在你们耳根之前 念为你这样子不断地叮咛 你们应该大概都听懂一点 师父的意思了 你能听懂一点我的意思 我只是告诉你 这件意思都是什么 都是我们出家人的最初基础 这还不叫开悟 也不叫什么 什么都不是 你知道吗 什么都不是 你不要两句话 你就以为狂想 你证悟什么东西 你开悟了 现在很多人随便会讲两句话 那就开悟了 这么简单 那释迦摩尼佛 还要实现多少年的苦恨 释迦摩尼佛还要告诉你 他历劫修行 抛头颅撒热血 你随便两句话 开悟了 开悟的时候 还跟人家玩股票 玩古董 玩古董 是那种不巫一巫呢 所以这个都是 你看到世间人 而且大家一味的就是在帮这些讲话 他就不跟你谈 有没有败坏三轮 有没有败坏 佛制 有没有真正发觉 他用心不对 那种心中的维系 不是说他能讲两句话就是他过去的错误 就不要认了 当然我们不会去一定要他认过去的错误 但是看到你在过去的错误之中 是不是真正如实忏悔了吗 假如真正如实忏悔就没有现前的狂妄 那种狂妄 而且出家以后搭上加沙的狂妄 那是很可怕的 怎么可怕 那种明文力量都来 那个是 你干脆就就地 就是如实像 就地不必还俗了 就地在 你现在还名正言顺的骗 为什么说骗 你根本就不是如是 你就一天到晚骗人干嘛 你有一点骨气就不会要那些明文力量 有的人说 他不要什么护齿 谁说不要 你说不要 他只是告诉你 上课不要钱 平常你告诉我不要 当然要 怎么会不要呢 所以 结尾 今天刚好 初二 我的结尾 刚好也为这个佛教发身 自己要去反省 每一个人都要去反省 到底是你在害他呢 还是他在害你 还是你们合起来就在败坏佛法呢 对吧 那 有的时候难以回头啊 自己 有的时候啊 自己在 要是真不学习的人 教他怎么样去反省是不可能 希望真正回向他们 终于一天啊 真正在佛法之中 真正能发真心 将来总要是真发真心的人 在这一些狂妄 这些世间的这些败坏僧伦 败坏这些佛法的这些行为上面 你自然就能够清楚察觉 你念念之间是看到性中的真伤 连那个意识 你都知道如何在自行之中为你去顶带 为你去建立 那就不是那只是那种突然的狂妄而已 那意识若是你都能够顶带建立 你会发现行为就是如此 因为他有正义不是吗 他就能在感受上面念念去回光 他不有正义吗 所以心性之中就有坐齿 就一定有如是念念决心 为你开发的增上 为何如是 因为你念念面对的是于决体 决心就不会辜负于你 是像法华经中讲 你若是念念懂得开佛之之间 大决心体 他就自然为你呈现种种作用 自然为你呈现 又依你现前的如是信用得相 为你照明将来成佛的究竟 这就是成佛的法门 那也就是开智慧的能言 大众请合掌 愿意此功德 愿意此功德 补及于一切 弟子与众生 皆供臣佛道 阿弥陀佛 east 2x3 大师 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